車輛在戶外停了一個晚上 被附上厚厚的白雪 民眾蹲在車邊 七手八腳忙著裝雪鏈 在遠景的協助下 好不容易終於可以回家了 謝謝啦 謝謝 開車準備下山 紅色轎車還不忘在車頂 帶走一個雪人 紀念這個難得的經驗 下山前四個小朋友打起雪仗 你丟我 我丟你 打發時間 但看看大人急著返回工作崗位 根本無心上雪 24號晚上的大雪 讓苗栗的官物遊樂區 成了冰封世界 有大批民眾上山賞雪 補料回程因為積雪超過50公分 十個家庭包含19位大人 11位孩童分成9輛車 都沒有加裝雪鏈受困山區 他們是擔心說 公司請假的問題 所以要我們小隊 可以挑一個證明給他們 回去之後可以方便請假 現場出動挖土雞殘雪 讓山區道路不再那麼濕滑危險 這下在山上多住了一夜 民眾還請警察幫忙開證明 最後順利脫困 這一次賞雪遭遇也成了難忘的回憶 在馮正銘 苗栗報導